现在正在踏浪前行的南昌舰上 今天的风浪刚刚好 第一次登上这艘万吨大驱 感觉真的是非常震撼 不仅大而且颜值在线 很多军迷都直呼颜值就是战斗力 那的确南昌舰作为中国海军 第一艘万吨极导弹驱逐舰 它提成了国内最先进的雷达和电子系统 配有最新型的防空反导反舰和反潜武器 被称为海上综合作战堡垒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南昌舰的主炮 这套主炮采用的是单管130毫米舰炮的改进型 其火候系统的射击精度 双倍的高性 装摇料等战机性能指标 都有很大的提高 还具备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能力 可以在滨海地区打击陆上目标 支援我们的纪念部队作战 如果觉得主炮还不过瘾 那就来看看我身后的这些巧克力块吧 也就是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它的威力更加硬核 那在舰守区域一共是8组8单元 可以发射64枚导弹 除此之外呢 在中部区域还有6组8单元48个 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 收到布置6410 发射 它不仅载弹量多 而且硬突破 可以以缓缓装置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 反潜导弹 对陆攻击导弹 等不同类型的导弹 采用垂直发射方式 前向攻击 快速反应 维护和保障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远海大洋作战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 南昌舰不仅要完成防空反导反舰等作战任务 还要有强大的反潜能力 反潜呢 就像是一场猫捉老鼠 于无牲畜绝胜负 那在我身后的就是直九反潜直升机 一会儿呢 他们就要对周围海域进行搜索 找出隐藏在水中的致命威胁 飞机上的声音特别大 特别特别大 完全听不到收话的声音 但是让人依赖的是 这么一个高力大的家伙 才能发现安静的潜品 南昌舰配备有全面的搜潜反潜作战装备 除了搭载有大中型反潜直升机外 还装备了完善的声纳系统 形成了以反潜直升机 反潜导弹和反潜运雷 组成的远中近三层反潜体系 放手 放手 想要迷惑对手 一招致敌还要有一些隐身功能 南昌舰就把各类探测装备都收纳到了舰体内部 高度集成化的主围杆上也是看不到凌乱的雷达天线 尤其是在前甲板上也看不到一根毛链 那这些化缓从简的设计就让南昌舰具备了隐身性能 除一体化隐身为干外 再到如今的万顿大区南昌舰 吨位不断上涨 外形不断改进 功能不断强化的背后 承载的是一代代海军人驰骋深蓝的光荣与梦想 随着国产航母 零七五行两栖攻击舰 新型核潜艇等主战装备的相继入列 特别是新制作战力量的快速发展 人民海军正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 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大步迈进